Good morning 大家早上好 我是Vin 哎呀 好一个晴朗天 唉 今天天天好 上班去了 好 好啦 我们又来到北部了 这里呢 也是很多新的组 很多人在 上这些货 地砖啊 木厨啊 这里是他的 停车场 这边是全部停车场 这些全部都是新的 我们往里面走 现在政府租多好 全部都有盖走廊 你看你也不怕下雨 他可以通往 每一座 设施全部都很方便 也很好 这边是新的一个区 要大概要 多两三年吧 会越来越旺 看上去 哇塞 怎么过 爬过去 这边就是他们的那个施政会 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会来这里 我走最地方吗 啊 我走错地方了 往回走 电梯是在另外一头 中间 这边的主屋呢 每一座都有三架电梯 我们往上楼上看一下 是在 出来看一下 这每一层楼呢 你看这里有显示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四十一 十一 十一户 每一层楼都有十一户 这边也是有 这边也是有 打了个分析 God bless me 它后面 就是这个 很统一啊 现在的每一户的那个 政务主 这边也是一间 政府组释放式的 还挺不错 因为它靠近那个 一个小 一个小河边啊 很凉 可是也不是说很大件 现在去吃饭了 肚子饿了 回来 拿点东西 治疗了 现在要去 要去开会了 锁了 现在要锁的 因为 因为 这边有经常那些 政府人员 会来这里 所以不让他们进来 没有啦 把门锁的会比较好 里面全部都是鱼的 安全点 刚刚呢 也打给我妹了 叫我帮她 叫她帮我 找一个那些 房子 给工人的 那些政府组屋的 房子 因为现在啊 那些我的那些 马来西亚的工人啊 还有那些 中国的工人啊 全部都住在那个酒店啊 哇 那酒店好贵啊 一天都要 六十八块钱 然后 有两间房间 一间房间两个人 那边有四个人 平均下来每个月都要四千块 哇有点贵 然后现在 应该 我们要改租 呃 那个 政府组屋 因为假如是租政府租屋的话 会稍微 会比较便宜 一间 一间政府租屋 整间租下来的话 大概性比 呃 两千两千五吧 也可以租六个人啊 所以呢到时候我们再请一些 呃工友的时候啊 那就会比较方便 那边就有 直接就有位置 给他们租进去了 哦 因为我妹妹也是 那个 property agent 啊 地产的 经纪 所以呢 家帮我找比较方便一点 啊 要不然每个月 都已经 住了酒店住了四个月了 哇 但是没想到 呃 刚刚我朋友打给我说 你傻 是不是傻 我说像傻逼一样 白花的那些钱 我说对哦 对哦 我也是一个傻逼 哈哈哈哈 没事 赶紧把它们 转移过来就没事了 好啦现在去 开会开会开会 开会 忙碌的一天啊 都没什么时间停下来 呃有些地方能拍摄的 我就拍摄 其实器材都有了 只是 新加坡人嘛 比较 呃 不习惯 人家 这 这样进来你家拍摄啊 或什么东西啊 我们都是要问过的 因为不是每一个 每一个都可以拍摄嘛 因为 呃 有时候也是看啦 看情况而定 对吗 好啦 现在也是在 尽量把 那个作品 拍摄 那个视频拍摄的好一点 幼稚一点 给你们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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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